欢迎收看JB单车兄弟 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一款 符合性价比 亦都追上在长地单车时代变化的一个产品 说回背景资料给大家知道 过去十年里 长地单车亦都是有很大的变化 有更新 里面的规例 市场上其实很需要一部 价钱合理 又追上规例变化的一部车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部单车 正正可以符合这个要求 我们今天介绍的Storm Cycles 这个产品就是由一班 美国很热爱单车的人 去组成 他们曾经在哪些公司做过 包括Felt Bicycle 3T Rovo 这些品牌 他们现在全新设计的车架 可以充分利用 放宽了UCI 规矩之后的条件 它会做一个 管型更加长 8比1的管型 更加向前新的设计 做到出来 UCI取消了原用几十年的 三比一管型比例限制 Storm Cycles 是第一款充分利用了 变化的一个产品 试幻想下 一条上管 一个横切面图 上管长8cm 闯1cm 另一条上管长3cm 闯1cm 就会有更窄更长的流线型造型 所以它会更加空力 依靠盲力的时代 已经过去 Storm Cycles 就针对了现在长的 规矩 用一个更窄的把手 更加进取的騎乘姿势 就有一个最佳的旗河 可以令到 騎士可以擦得更加快 更加坏力 Storm的设计师有这么说过 我们的设计在框架上 就想提升 了车手、车架 和轮組 整个系统 去提升AERO的性能 车架规格方面 有小马、中马、大马 和加大马的车架 我在屏幕上 会打一些官方的数字 给大家参考下 Stat and Reach 车架方面 就用了东丽Toray的碳纤 来制造车架 前叉座缸 一油百分一吋 前叉管 加上IS-41的头管 啤零 兼用任何形式的标准标 前轮的阔度 9mm x 100mm 后轮的阔度 10mm x 120mm BB 就是用BSA-68mm的制式 除了座管 是专有之外 其他的配件 都可以找到市面上的产品 不怕出国 比赛就不怕找不到零件 顺带一提 大家屏幕上看到的颜色 就不是官方的颜色 官方的颜色 就是一个黑色的车架 包含前叉车架和座桿 而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出自香港的一个手笔 香港人手笔 可以找回九云师兄 看影片记住订阅和CLS 今集就到这里 现在暂时未踩到长地单车 就因为在休短管 希望明年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找文仔查询一下